现在关心的是台北县卢州市24号深夜12点多传出枪响 位在卢州市三名路上一间住户 突然被不明人士从外头开枪扫射 造成当时在屋内的阳性男子被捕中了五枪 经过紧急送医 伤势稳定 而开枪的嫌犯警告一位浓厚 传织现场拉起封锁线 玻璃上还留有弹孔 弹壳也散落一地 警方接获宪报后赶到现场进行财政 这间位于卢州三名路上的住户 外头挂着复兴新闻卢州分社的牌子 根据附近居民表示 平时出入的人士就很复杂 24日深夜12点多 突然有不明人士在外头拿着枪 不分青红皂白就往屋里扫射 随即扬长而去 当时在屋内的一名阳性男子被捕中了五枪 不过由于当时阳性男子是隔着沙发被子弹打中 才因此保住一命 阳性男子重弹后被送往医院急救 他的友人也随即赶到现场关心状况 由于开枪的嫌犯警告一位浓厚 警方朝黑道徐筹的方向侦犯 也将调阅监视器画面找出开枪凶手 专门新闻后遇响林玉姿台北采访报导 看一看